打掃的速度 打掃的最終凸 還有一個大小的 ここ這裡有塊 這是第二袋 第一袋已經褲掉 是從根再長出來的 找生柜子 枣子 从早期大概三四十年前 就有这种水果 它的品种一直在更新 那现在所讲的蜜枣 大概风行大概有十年左右了 而且它的品质各方面 可以说这几十年来最好的一种品种 我对种植作物 我对种枣植我非常喜欢 所有农民管理出来的 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风味 长大的时候啊 很漂亮的时候觉得好幸福哦 都是用剪刀哦 我都用剪刀 为什么 因为来讲它可以留谷地 那留着谷地来讲的话 如果你就直接用采的 用扯的很容易会有一个洞 那那个洞的话就代表一个伤口 那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枣植的保存的话 会有影响 它从那里我种下去 我要它以后长到这个位置 我在种下去的时候 已经要决定它未来的方向了 像我们这个雪蜜啊 它品种有一个特性 它有一条一条的 我们讲像那个韧成文一样 那我会比喻它是那个 伟大母亲的韧成文 因为它开始要成熟了 要感觉是要繁殖下一代一样 所以这个品种来讲 只要有这个韧成文来讲 要表示它熟度够 都像带自己的小孩一样 你怎样带小孩 我们还会要求它做好 但是种枣植 种水果 只能期待它做好 我们给它 然后它怎样的表现 所以这是乌农的一种精神 它那个枣植呢 要好吃的话 是要晚上 晚上气温要冷 白天要有太阳 这样的那个蜜枣最好吃 最主要是要让它们运动啊 接触大自然啊 要不然我们一般市面上看到 都已经分装好了 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清净自然 优优优独播剧场——博物侧 來到希望廣場這邊的我覺得最大好處是說 我們可以跟客人面對面 一個是彼此認識 一個是我們透過這樣的問題 巡導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他們認識到我們的農場 我們的農產品 甚至我們的栽培過程管理的方式 那有機會的話 不只我上來希望廣場 我也希望說有客人有機會到南部的話 可以直接到我們的國園去走走 去瞭解我們的種植狀況 這是由衷的感謝 我真的很感謝這些果樹 台灣Fruit 讚 台灣全國南海區 讚